大家好 开春了很多花友给盆栽的花卉换盆 特别是一些 借借好的蟹爪 长得非常茂盛 又搭了架子 不方便换盆 那么 土壤又出现了板结的现象 或者是长时间不换盆 根系布满了整个盆土 这个时候我们 怎样去改善它的 土壤性质呢 我们可以 往花盆里面 添加一些 有机肥 养分 可以挖一个沟槽 买一些养分进去 因为养分 质地 适逆 干燥 含有丰富的腐脊质和有机肢 和养分 能使沙质土壤 保水保肥能力变强 让土壤 的粘强度降低 改变土壤的团列结构 有利于 白雪 透气 更有利于植物的 根系生长 我这盆呢 打算给它换盆 首先换盆之前 一定要做好控水 慢慢的拉出来 根系呢已经固满了整个盆土了 这种情况下不换盆会影响 它的长势 这个土壤呢也是比较疏松的 大家看一下 根系呢 非常发达 换盆 火龙果呢 我们选择的土壤 又根据粘木的生长实性来换盆 火龙果对土壤要求不严 不过呢 盆栽的火龙果 我们一定要选择 输松透气 肥沃的土壤 花生可营养土 两份 主要是 养分多 富含 有机肢 白雪 透气性好 接 两份 泥炭土 主要是保水保肥 富含有机肢 加一份活沙 白雪 透气性好 然后呢 我接了 两产 羊分 主要是增加土壤中的富启兹 改善土壤 更有利于植物根系生长 栽种好了之后呢 我们给它浇一次丁根水 用快速生根粉 一勺 兑千毫升的水 这种快速生根粉呢 含有天然的活性 生根物质能促进 下轴栏呢 爆发式 长出新根 这样呢 吸收能力才会强 好了 然后就是把它放在阴凉 通风 良好的地方 养护就行了 好了 再见